在这个周末清早 布城选委会大厦仿佛迎来了投票日 主席丹斯里默浩·默哈欣 还亲自坐镇主持大局 这是选委会和各州同步展开的 第14届全国大选行动式彩排活动 以模拟提名日和投票日的情况 确保当天资料输送等方面万无一时 媒体也能够及时掌握第一手消息 想必你和我一样都很关心 提名日和投票日究竟落在何时 关于这一点可要再稍微等一等了 因为默浩·默哈欣指出 目前他们只收到国会 沃里士 森美兰 马六甲 以及柔佛的议会解散通知 目前还得等到其他的州属 正式解散州议会之后 他们才能够召开特别会议 选择好这几个重要的良辰几日 关于西蒙昨晚宣布 四党以蓝眼旗帜迎战大选 默浩·默哈欣在之后的记者会上回应指 原则上这需要得到选委会的点头 但这一切还有戴西蒙正式通知他们在说 另一方面默浩·默哈欣透露 截至昨天当局共收到4916名海外邮寄选民的申请 最多申请者的国家为英国、澳洲、美国、台湾和中国 而国内邮寄选民申请者为39,775人 至于文莱、泰南和新加坡等邻国的大马选民 由于距离不远 不能够申请为邮寄选民 默浩·默哈欣也透露 第十四届大选的最新选民人数为 1494万627人 并将动员超过25万9391人 同时也会设立8898个投票站 以及28995个投票市 NTV7红美玲采访报道